公务员制度的政府 他们不懂得处理危机 没有能力 没有这个经验 企业界大家都怕死 不敢出来 香港一般人的脑袋 是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人 也不清楚 什么是好吧不好吧 一望后面 不会放弃 我不会浪费时间 跟他们谈自己 因为他的脑袋 已经不清楚是自己 应该做什么事情 你脑袋已经放了 另外的概念 他已经是不可能完毁 起码上 你一个经济坏的时候 不是一下子上来 最坏到底的时候 你外面有恢复大家的元气 你有考虑 要外面来给香港支持 那个发展 你有中央有政策 还需要你香港本身的底气 不行 到时候二分再看 更惨 二三分更惨 因为本来我们出于旅游 高峰是七八九 十一 现在租房率是20% 很多店铺也关门 一来的旅游 当然是小了很多 还是外国人都不敢买 在香港的外国人 还是环境真的不好的时候 他可能到深圳的里长工程 在深圳在外国学员 所以离开香港 我觉得不容易 除了去中国的企业来香港 因为香港的平台融资的时候 中国企业不来香港 融资 因为香港协同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